大家好,我是魔术飞哥 那今天呢,带给大家这个魔术呢,非常非常有意思 首先呢,一副扑克牌,会教你们怎么玩 生活小魔术 随便让观众呢,选出一张牌 这张牌呢,确实啊,是观众随便选的哦 我们不看,并且让观众记住这张牌 我们把观众记住的牌呢,放进整叠扑克牌里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随便去洗牌啊 去把这个牌呢,去打乱 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 观众记得牌在一瞬间,拉起来 消失不见,瞬间呢 口袋里面 诶,我的口袋里面神奇的跑到了一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 诶,没错,就是三方片 是不是刚才观众选出的这张牌 接下来呢,把这张三方片呢 再一次,再次放在口袋里面 确实没有问题,对不对 三方片呢,再次放进去 放到牌中间哦,放进去 自己看啊,拿起来 轻力吹呢,瞬间呢 三方片再一次的跑到了我的口袋里面 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来立马进入教学环节 编这个魔术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 我们首先呢,需要找出一张扑克牌 张扑克牌,比如是一张漆黑岛都没有问题 事先呢,我们要拿一张杂牌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 放在口袋里面之后呢 首先呢,让观众随便去选牌 我们要用到一个手法 就是小拇指放这边 让观众的牌呢,这样一落 落在第一张 这时候观众牌出现在第一张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牌啊,掏出来的时候呢 把它放在,放在这个盒上面 盒上面其实把这两张牌一起翻 然后给观众看到呢 诶,确实是观众的牌跑到口袋里了 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两张牌同时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呢 我们拿起来的时候 其实拿的是一张杂牌 上面一张杂牌拿起来说 诶,再次的放在里面跑一下 瞬间又跑到了口袋里面 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简单 感谢观众